我们也多次向加拿大的有关部门强调 要保护孟女士的人身安全和尊严 这个驻孟哥华总领馆也多次去看望她 我本人也曾经去看望孟晚舟女士 转达祖国亲人的问候 也向她强调 这个伟大的祖国和14亿中国人民 是她最坚强有力的后盾 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非正义性 中国人民对此是强烈愤态的 而且我们也向他们表明 中国政府维护我们利益的决心是坚定不一的 应该说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 世界早已不是美国和西方为所欲为的世界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我们还会继续做好我们相关的工作 继续有力的应对这个事件 敦促加拿大方面纠正错误 释放孟晚舟女士 近来这一段时间 加拿大国内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理性的人 有识之士也更多的看到了这一点 当然本身加拿大自己 他这个法院透露的这个文件也显示 加拿大皇家奇景 他从一开始就认为 拘捕孟女士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 所以加拿大国内更多的人 现在不仅看到了这一点 而且发出了正义的声音 而且这种观点是跨党派的 不是来自某一个党派 他们都呼吁加拿大政府应该认真地反思 来这个不要被美国利用 所以我觉得这种声音 加拿大政府应该认真地倾听 认真地反思 他在孟晚舟事件上的这个所作所为 请不吝点赞 认真地反思